在一场韩国人哈哈大笑的综艺节目里 竟然用我们的国歌做背景音乐BGM 这种事韩国人都干得出来 我是真的没想到 先说是怎么回事 有个韩国综艺节目叫兄弟拉面 外网也看得到 毕竟咱都知道韩国的娱乐 在英语世界也是挺出名的 这算是个美食综艺吧 我们关注到的这期节目里 有很多外国客人在餐厅里边吃饭 有人说看韩国米国本子都到齐了 字幕还写了句东西方大融合 但是现场可没有一个我们中国人 做的也不是中餐 就在这个时候 竟然想起了我们的国歌 作为背景音乐BGM 这个事情首先逻辑不同 现场一群有你们韩国人 米国人还有本子 在一起哈哈大笑其乐融融 这个时候你放我们的国歌 是几个意思呢 你这里没提到我们 也没有我们中国的元素 就这么贸贸然的播我们的国歌当BGM 要我看的这事就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个节目的导演或策划 没有文化 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播放的歌的意义 说白了就是没文化真可怕 另一种就是有意为之 发挥他们韩国人一如既往的无底线操作 虽然骂他们没文化也挺带劲的 但是我更倾向于我刚才说的后遇中可能 他们不是傻就是坏 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国歌是什么 我看外国人每当播放或者演唱自己国家的国歌时 那都是相当的庄严肃穆 因为一首国歌代表的是人们的历史记忆 以及本国文化不可亵渡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它的地位和意义不言而喻 据我所知啊 我们是有规定禁止国歌商用的 也不能随意在公开场合播放 奏唱时在场人员要速立举止庄重 不得有不尊重的行为 这是全世界人民都理解和在做的事情 同理可推 我们在尊重我们自己的国歌的同时 也不会去亵渡别国的国歌 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 那么韩国人在综艺中这种有意为之的做法 很显然是想通过娱乐化的方式 削弱我们国歌的威严 平时啊 他们隔三差五的 就偷我们的节日 传统文化 篡改历史等等 现在国歌都敢冒犯了 真是胆太肥了 之前我在节目当中 还给他们留了点面子 说韩剧韩宗 谁爱看也可以看 别被带偏了就行 但是这次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 我在想是时候呼吁一下 严格点实时宪含令吧 这一日再再而三的试探 他们没有底线 不表示我们就要容忍吧 我们中那些天天追韩星的朋友们 还有咱们的某些内营明星 动不动就去捧场韩团演出的啊 得罪人的我也要说一句 欧巴再好也比不上咱亲妈 咱祖国母亲吧 要是韩国人在娱乐事业里夹带私货 这都不是夹带的 这是明日挑衅啊 要是这样你们还无动于衷 天天对着欧巴尖叫 是不是多少就有点难看了 就是追星也得有点骨气吧 记得上次我说到 在韩国的宾馆门口啊 他们是故意的 把咱们的国旗给绑起来 咱主打说他们是格局小 可是你连起来看 上次国旗这次国歌 下次是啥呀 这是格局的事吗 这是心眼坏道德低下不懂尊重 我期待后续他们节目组 可以郑重道歉 已经播出的节目赶紧下下修改 而在咱们明白了厉害关系之后啊 希望我们有些偶像的粉丝们 从今往后可以站着追星 因为懂得尊重他人的人 才值得我们尊重